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的话题绝对不容错过 因为股市场在最近出现了惊人的暴涨 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单日涨幅 成交量更是达到了历史新高 9月份上证指数累计上涨17.39% 深圳城址更是达到了26.13% 而创业版则以37.62%的惊人涨幅创下了单月新记录 港股市场同样强劲 恒生科技指数一度飙升8% 这背后的原因可不仅仅是运气 还是因为多项重磅利好政策的出台 让市场情绪高涨 资金纷纷趁着国庆假期发力攻击 从各大行业来看 无论是金融科技 白酒 还是医疗股 均显示出强劲的上涨势头 整个市场呈现出普涨的态势 而在未来几个月 这样的结构性行情是否会持续 市场的主线又会是什么呢 从政策催化 宏观趋势 产业趋势 和增量资金等多个角度进行全面分析 让我们一起揭开未来行情的面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本期六度解析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会深入探讨一场 载入A股史册的金融事件 这一天对市场参与者来说 无疑是前所未有的震撼 本文的来源是黄文问撰写的一篇文章 详细记录了2023年9月30日的股票市场行情 堪称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进入9月份 随着多项重磅利好政策的出台和国庆假期的临近 市场情绪高涨 资金在长假窗口期集中发力 整个9月份 上证指数累计上涨17.39% 深圳城值涨幅达到26.13% 创业板涨37.62% 创下单月涨幅的历史记录 沪深300指数本月上涨了23.06% 港股方面 恒生指数本月累计上涨17.48% 恒生科技指数涨33.45% 恒生国企指数涨18.62% 在9月30日 户指刷新了2008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两市成交金额达近2.6万亿 创下了历史记录 港股方面 恒生科技指数一度大涨8% 大市成交额超过5000亿 再创历史新高 证券白酒房地产板块继续表现强劲 医疗股涨幅居前 A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高走 互指涨8.06% 深城指涨10.67% 创业板指涨15.36% 均刷新历史最大单日涨幅 北正50指数涨超23% 科创50指数涨17.88% 均实现创纪录最大涨幅 港股持续强势香港恒生指数收盘涨2.43% 恒生科技指数大涨6.7% A股方面 半导体产业链大涨金融科技 证券等板块涨幅居前 以白酒为首的消费股持续活跃 两市五板块下跌 港股方面权重板块集体上涨 医药消费地产涨幅居前 阿里健康领长蓝筹股涨近30% 全市场超700股涨停超2700股涨超10% 国债期货收盘普跌 内盘商品期货多数收涨 焦碳焦煤玫玻璃螺文刚热卷主力收盘涨停 本文还特别提到大金融板块全天强势 券商股继续爆发 多个证券公司股票封筑涨停 半导体产业链方面 多支个股封板 地产股延续强势 白酒股持续走强 港股地产股大幅拉升 科王股午后猛涨 京东集团涨近10% 阿里巴巴涨超7% 针对大反弹后的市场主线 招商证券分析指出 市场选择主线的思路 通常从政策催化 宏观趋势 产业趋势和增量资金方向 四个角度考量 过去五轮指数级别反弹后 市场选择的主线包括地产链 政府投资 消费 AI硬件等方向 接下来我们从几个角度 深入分析这次市场暴涨的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政策环境来看 政府在经济低迷或市场低迷时 往往会出台一系列措施 以提振市场信心和经济增长 此次市场暴涨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多项利好政策的出台 这些政策显然激发了市场的 参与热情和信心 其次 从市场情绪和投资者行为的角度来看 临近国庆长假 投资者普遍希望在假期前 将资金投入市场 以享受政策红利和市场长势 带来的收益 这种情绪的集中爆发 使得市场成交量创历史新高 从板块和个股的表现来看 证券白酒 房地产等板块的持续强劲表现 反映了投资者 对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信心 半导体产业链 金融科技等新兴行业的强劲表现 则反映了市场对科技创新和未来增长的期待 然而 在市场狂欢的背后 我们也需要冷静思考 市场快速上涨带来的不仅是短期的投资机会 也伴随着风险 大涨之后 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期调整或震荡 在投资决策中 应该更加注重基本面的研究和风险的管理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 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内经济的稳步增长 为市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 也有望为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流动性支持 利好中国的核心资产和港股 从行业趋势的角度来看 智能化大趋势和新制生产力的发展方向 如AI消费电子 智能驾驶 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新能源领域的固态电池等技术的突破 也为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增量资金的角度来看 沪深300ETF 中正A50ETF 创业版ETF 科创类ETF等片行业龙头的基金 是目前重要的主力增量资金 这些基金的增量资金将继续利好 大盘成长和行业龙头 总体而言 本次市场暴涨的背后 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 包括政策利好 市场情绪高涨 宏观经济复苏和行业趋势的发展 对于投资者而言 如何在市场狂欢中保持理性 抓住机遇的同时规避风险 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以上就是本期六度解析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深入的市场分析和专业的投资建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本节目的深入探索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